日期的筛选方式其实跟数字蛮接近的 主要是日期本身存在ESEL里面的就是数字 所以你可以用大于等于来这个表示 那这个Y,X跟Y 不过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名称这个地方会卡住 所以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来解决 第一个不外乎就是把X跟Y里面那个斜线部分 把它用什么,用那个底线来用底线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符号 只要是不是那个ESEL里面命名 它不允许的方式就OK 所以命名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取代 那取代的方法大概就可以这样 第一个你可以在新增工作表之后 命名之前先做一件事 你可以先把这个 这边加一个变数 变数X 在S里面的话是放什么呢 放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先丢给它 那后面的话呢 那我要最后再把S丢回来 不过呢 我把这个东西丢给它之后 丢个S之前 我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里面的那个斜线部分 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底线 所以在VBA里面 如果说你要取代的话 顾名思议啦 其实这地方你可以打一个VBA 电 它所有的函数都会出现了 里面有一个函数 蛮常用到叫replace 顾名思议嘛 取代对不对 取代 那取代什么呢 钱瓜糊 然后把这个原来会有错的部分 先放后面 那其实在VBA里面撰写的方式 也可以慢慢习惯啦 其实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其实你都可以用VBA这个物件 点下去它都会出现 其中会有一个replace 那当你要看里面的相关的参考 你看就上面按一个F1 它也会跳出相关说明 或者是说呢 你输入那个replace 钱瓜糊 它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参数告诉你 那有的时候我慢慢 如果可以习惯的话 以后直接可以看这上面的说明 大概就知道要给哪些参数啦 其实取代不过来什么 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一串 第二个的话 假设我这个给它之后 第二个你会发现 逗点 逗点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会这边是出底字 会问你说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给我一个文字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要找什么 第三个问题取代成什么 所以我要找 找这个斜线 帮我取代成什么 逗点 取代成底线好了 底线比较安全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原来的斜线 取代成底线 就是这个文字 最后呢 把repress的结果怎么样呢 return啦 其实它就个函数啦 返还给s 那s呢 再丢到这个地方 重新命名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本来有斜线的 就不会有问 就是取代完之后 就不会有 那个刚刚发生的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这刚刚的那个 问题05的范例 那不如我们来试一下 筛选那个建档日期 OK 那建档日期 其实日期的话是2008年的 1月1号 假设这个日期 到2008年的这个6月 61号 OK 好 那按个确定 刚刚会出错 重新命名 可是现在的话会不会出错 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本来的斜线 我把它改成底线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的 假设是斜线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代 当然除了说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之外 当然其他地方 只要你需要做取代的话 可以用什么 用replace来做 OK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replace 那第二个的话 可能会发生问题 特别的 这个replace 用到的其实还蛮高 第二个可能发生的问题 就是什么 也是执行它 如果说它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非 就是输入一个 比如说200 它不知道输入什么格式 那你也没提示它 所以最后 这边最好可以给它一个范例 那如果它怎么样 直接输入一个 假设这样好了 它以为它 七日期 它随便输入一个 那这样当然会错误啦 因为你这个日期的话 变成对它来说 那你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房呆啦 所以它一样会查出来 可是里面变成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啦 甚至是空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 假设说我今天呢 希望 在查询之前 我可以先 把它输入的这个资料 到底是不是数字 可以先挡下啦 所以 如果说你要把那个 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它输入一个X 那我可以先在这个地方 先过滤一下 先判断一下 那怎么判断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一负 一样打个VBA好了 那我怎么判断 里面X里面到底是不是一个 日期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个函数 叫YES 是不是什么呢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好几个YES 从头到尾这边都YES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YES什么 YESDAY OK 然后呢 你就把这X丢进去给它判断一下 这个就表示说呢 这个里面的资料是不是X啊 那如果是的话呢 做什么 有没有逻辑 不是的话呢 又做其他的 所以你这边打个Zen 当然 如果你假设你的需求很简单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如果它输入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我让它怎么样 跳回去重新输入好了 这个地方 如果我希望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我可以Zen 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用前面讲过那个 GoTo的叙述啦 那不过Zen 其实 这边可以有几种写法 Endif 那里面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假设我今天呢 如果它输入错误的话 Azhen 你 给它一个Message Box吧 然后跟它讲说 请输入 标准 日期格式之类的 OK 然后呢 接下来让它什么 GoTo哪里呢 重新输入嘛 那重新输入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 在上面加上一个 R1的一个 一个标签 让它怎么样 跳上去 GoTo R1就可以了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只要 跳到这边 如果不是 那就跳上去 那一样 结束写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逻辑判断 再复制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Y好了 假设Y也不是 跟这样 这边应该是等于False才对 因为我要判断的是不是 预设是True 如果它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这边一样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OK 然后如果它不是 就怎么样 跳出一个讯息 警告它一下 然后GoTo R1 又回来了 让它重新输入一下 OK 应该GoTo 上面的R1 它应该是 要在Y的照片 不变得要两个标 对 X是对的 对 X是它前面如果是对的 才会吵到Y 对没有错啦 因为有的时候 反正就让它全部重新输入 假设 大概OK啦 因为我想说 你只要一个输入错 我就重新输入了 因为不管 可能你是不是 需要再再确认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怎么 如果假设你要 让它在这边输入的话 变成什么 这可以什么 也可以 开一个什么 R1 2 一个是1 一个是2 也可以啦 这样这样这样 不要 合理性问题 OK 那这边一个1 一个2 也可以 OK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说 它如果第一个错 那就跳回这边 如果第二个错 那就跳回这边 那也OK啦 好 那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这边 输入一个日期 是错误的 那它判断的话 一定是好 不会过 所以按确定之后 它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 标准日期格式 不过 这感觉太阳春了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逗点 再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VB information 或者是 有没有 它又跳回来了 请输入期日期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如果输入正确的 假如说1月1号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的话 期日期就过了 就会是结束日期 结束日期 如果你又输入错 它又跳这个 然后结束日期 2006 6月1号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帮我找到 我要的东西 不过因为这里 这里 2006好像没有 OK 所以找到之后 应该2008才对 OK 那所以刚刚主要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取代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 就是判断 到底那个 是不是一个日期 这个也蛮常遇到的 你可以用 is day 来做判断 当然在那个 BBA里面 其实有一堆 那个is 开头的 其实都还蛮可以用 派上用场 除了is day之外 其实你可以打 is 他会跳到那个is开头的 那你比如说常用的像is day 像is empty是空的啦 或者是这边也有一个是什么 is numeric 这个就是判断 资料是不是一个数字 OK 这个也蛮常用到 不过因为刚刚我们有用 application.input box 也可以啦 反正方式蛮多的 那你可以看你实际上 用到的 因为有时候用表单 就没办法用application.input box 那你可能要用这个 去判断说 使用的输入的格式 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OK 这几个函数都可以派上用场 is day is numeric 或者是is array 就是是不是一个阵列 诸如此类的 ok is object 这比较少用到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你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补充了 两个VBA蛮常用到的函数 也就是如果你要取代的话 你可以打个VBA点 打一个replace 那主要会有三个参数 就是你要什么文字 把哪一个取代成另外一个 ok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判断说 它是不是一个日期 那如果是一个日期的话 应该是等于false 假设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防呆机制 ok 那基本上 这些防呆机制 主要当然就是希望 你的程式在运行的时候 不要发生错误 那如果你这个错误都能够避免掉的话 我想你这一个系统 基本上就就是 像无敌铁金刚一样 就是 就是基本上不会出错了 不会出错的话呢 使用起来其实也相当的愉快了 因为要查什么 查一下马上就ok了 而且呢 其实这个系统是你自己建立了 所以你要update啦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后续的动作呢 都会相当的便利 那前提当然就是你要知道 这边里面大概哪些哪些重点 其实不外乎我们今天所讲的 就是上个礼拜那个延伸出来 包含从文字延伸到数字 再延伸到日期 其实未来当然查来查去 他也不拖这三种了 你说其他还要查什么 把这些查完之后 你后续 无论你要做产生任何的报表 或者枢纽分析需要的资料 那你前制作业有了 你才有办法做后面的东西 不然你前制作业没有 你后面要怎么做分析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快速的 那当然你的资料 来源很多啦 不外乎当然你可以从资料库 到资料或者ERP 或者是像开放资料 或者是什么呢 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网路上捞资料 当然最好是可以自动化啦 未来当然也可以 自动从网路上大量的捞 每天固定捞一些资料下来 帮你放在你的Excel 以往可能捞下来之后呢 你也许放在资料库啦 不过有些资料 也许你当然每天一直变动 变动性太大 倒不如先放在Excel 预先处理完之后 确定没有问题 再倒到资料库 当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资料库当然 你如果放大量资料 尤其像那种 几十万上百万笔的资料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 MySQL来完成 因为现在蛮多公司行号 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小量资料用Excel 大量资料 再用这个资料库 那其实在那个查询的方式 Excel直接可以用筛选 我们今天讲的 那如果用MySQL的话 可能你就是要学会像SQL的 简单的一些语法 不外乎就此类此开图的